民進黨在大高雄的選情 現在正在分裂 尤其楊秋新宣布參選之夠 現在高雄縣議員王林慧 也說要追隨縣長的腳步 所以毅然決然的脫黨力挺 而在內外夾殺的這個非常時期 可以說是讓楊秋新倍感溫馨 不過現在也有外傳 說將要當季處分挺陽的基層 以及楊秋新為了搶藍營的選票 打算要找國民黨議長 當總幹事這件事情 王秋新都有異異的回應 他說不希望外界混淆視聽 謝謝 謝謝 加油 德不孤必有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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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捨高雄縣長楊秋新拖黨參選 孤軍奮戰 現議員王惠玲追隨腳步 毅然決然離開待了八年的民進黨 力挺楊秋新到底 蔡主席也公開在媒體上發表說 對於離開的同志要給予祝福 可是卻用這樣殘忍的手段 在傷害我們離開的同志 從今天開始也推出我們民進黨 全力支持我們楊縣長進軍大高雄市 非常時期寒冬送暖 楊縣長臉上露出難的笑容 只是隨後又聽說 加持基層里長挺楊就動用黨紀開閘 和楊秋新頓時收起好心情 也不要這樣子鄉間和太極 過去的話我想這個比較基層 他們挺這個不同的這個支持 我想過去都不處理的 因為黨紀這個也不是市長可以處理 我們都尊重沒有評論 楊秋新感嘆鄉間和太極 只是極的還有北索裡的陳前總統 感嘆想回民進黨這個家卻回不去 還勸楊縣長重新思索 離家的必要心 謝謝陳前總統的關心 那我參選已定 那參選就只好離開民進黨 台灣的政治 那不要過度的這個藍綠的對抗 更多人來走中間路線的話 我想對台灣會有好處 感謝各界溫情談話 但楊縣長吃了襯托鐵的心 甚至因此傳出為了搶攻藍銀選票 有意邀請國民黨籍的議員許福森 擔任競選總部總幹事 是否真有這回事 議長本身是獲選人啊 怎麼可能當我的總幹事呢 楊秋新澄清再澄清 不希望內外夾攻的非常時刻 帽子又被多扣好幾頂 每次新聞完全正在趙佐高雄先報導